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献忠 明末战乱 四川成了他的地盘 这个以暴力著称的霸主声称 上天叛眼来杀人 最初 张献忠在四川境内发布科举令 但凡读书人必须来应用 这条通往逃场的路 无疑是到鬼门关 当他们走到南门桥上 突然一群官兵冲上来 见人就看 只见血肉横飞 血腥不堪 然而 这只是开始 张献忠说 四川是我得到的 就应该由我灭了 他是有屠城 成都城 危在难心 可百姓也一无所知 就在此时 张献忠突然带着大笔人 冲了起来 挨家挨户的搜捕活人 冷冻的刀口 劈头往下 怕了城内有个一波流血 众多百姓对张献忠喝多钱人 但他丝毫不为所谓 更想让谁漏杀一个活人 这就他 偷皮致死 这些屠城的士兵 生怕自己被杀 因此刚杀完城内百姓 就马不停蹄地 赶到城外追杀 但当这些功臣领着耳朵 手臂 头颅满载而归的时候 张献忠却命人杀了他们 军队里一半的人都死于同党手下 共计十万人 他们的尸体被做烟肉来充当军领 但这远不是结束 屠城后爆发的饥荒 瘟疫 火灾 持续拉脚 数月间死亡人口竟达两百万 以致清军赶到成都复始 整座城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二十年后 张德帝被派到此处担任巡抚 他上奏给康熙 称四川有土无名 全然不是人间的景象 康熙这才下令 从全国各地大举移民 整整二十年 才将人口恢复至百万 这就是清朝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移民 湖广 田四川 可以说现在的成都人 原籍都是外甥人 老人们说起张献忠 还心有遗迹 他是老天派来的恶魔 二战中 轴心国的军队犯下了滔天罪行 但是 战争对于参战的轴心国国民来说 同样是一场噩梦 在1945年的德国 苏联军队犯下的罪行 甚至超过了纳粹 正义之师究竟是如何变身恶魔的 关注微信公众号左右视频 回复恶魔 为您揭秘 中文字幕后会变身 优优独播剧场——对比台女的